大家好,我是下妈,好久不见 今天用大米来做一期橙米浆薄皮卷粉 出锅,鲜香,滑嫩 首先这个大米一定是早稻米,橙米 在网上买非常便宜,准备一斤 加入清水 这种天气一定要放到冰箱,低温泡发一夜 第二天早上拿起来一捏就碎的状态 多搓起几遍,直到水变清澈 一干多余水分,搭进破壁机里面 加入700毫升清水 盖上盖子,打成米浆 这里可以多打几遍哦,越细腻越好 倒入碗中 接着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烫姜 我用的是火锅汤勺 分出三勺米浆 加入三勺清水,搅拌均匀 开最小火一边熬一边搅拌 持这种浓稠的米糊状态 而且还是牛肚状,快速地倒入剩余的米浆里面 搅拌均匀 过滤一遍,让口感更加细腻 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烫姜纯米浆就制作完成 非常浓稠的状态 平底盘里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放入一勺米浆,晃动均匀 这个油一定不能刷多,不然会滑浆 锅里甩开放进去,盖上盖子 只要静一分钟 可以看到小气泡就可以捞出来了 刮板从底部划起来 形成一个皱褶的状态 这样我们的卷粉就制作完成 非常有弹性 一盘就是一勺米浆,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全部刮好后放到盘子里面 刷上食用油,防止粘连 这样我们的薄皮卷粉就制作完成 满满一大盘,刚好是一家人的早餐 吃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放到盘子里面 淋上生抽酱汁 再来一点酸菜提味 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像我一样 加入一勺剁辣椒 这个卷粉的口感真的超级的棒 薄薄的一层,但是非常有层次 吸满了汤汁,酸辣够味 喜欢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